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折一只小青蛙 首先将它的一组对边对折 然后对角对折 我们将这个角 向这条线翻折 然后另一侧的角也是同样的方法 将这条折痕呢保持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再将这两条折痕向着中间的折痕翻折 然后向下压平 翻过来 我们将这条边向着折痕翻折 然后另一侧呢也是向着折痕翻折 另一部分呢同样的方法 一条边向着内部的边翻折 然后这个面向下压平 好 另一侧同样的方法 将这两条边对折 将这两条边对折 另一侧同样的方法对折 好 再将这两边的角呢向上翻折 好 再将两边的角呢向上翻折 然后展开 连着折痕 向外侧再翻过去 另一侧的角也是同样的方法 好 底部呢我们将底边向上翻折 然后这个角翻过去 再次翻折 沿着中间的折痕对折 将底部的边向上翻折 沿着这条边呢我们将这个面向内折 然后再向外侧翻折 然后呢我们再将它翻过去 将这两个面向上折 向下压一下 让它看起来更加立体 好啦 那么我们这只小青蛙就折好啦 喜欢我的栏目 请订阅关注我们的陶趣工房 那么我们明天见咯